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 右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我和大家說世界大事 今次和大家說香港發生的 蔡天鋒謀殺案 平日我說多數是國際間的大事分析 今次是專注這些小的謀殺案 主要因為這個謀殺案 成為國際資道的消息 而且很多人追查這個消息 這個著名的蔡天鋒 本身都是一個很有名的女人 因為她屬於一個著名的 米線公司的豪門的媳婦 她可能被前夫所殺 所以成為一個國際消息 因為她本身都認識很多名人 她屬於名人界的一個女性 她才是28歲 而蔡天鋒的死亡 為何受到這麼大的注意 因為殺她的方式非常兇殘 是有一種碎屍之解的方式 來處理 很多人都注意 什麼來龍去脈 而蔡天鋒殺她的就是她前夫的一家人 姓康 她的前夫叫康港治 她18歲去嫁給這個男人 不過這個男人其實都是一個騙子 她的時人有盜竊、詐騙等等 她曾經在那些麻雀館 偷取一些人的金色 或者金塊 她又用手機交友認識 一些同性戀者 就說可以高價轉售黃金去牟利 騙了人五百多萬 最終都被警察拘捕 她被控告詐騙 但她是棄補潛逃 之後被警察通緝 又沒有捉到她 她的前夫 還有一個爸爸叫康球 曾經是警察 但因為涉及一些姦污事件 因為她在調查的時候 利用調查的方便 將其中一個相關人士的女性 由姦污 結果被警察驅查 接著她引咎辭職 但又沒有作刑事起訴 這些事件很複雜 還有前夫的哥哥 鄺廣傑 成為蔡天鋒的司機 在2月21日 2023年 蔡天鋒離開 加多利山的家 坐她前夫的哥哥 鄺廣傑的車 當了她的司機 接著女兒放學 去到科學園那一帶 之後就失蹤了 失蹤之後 警察去調查 發覺姓鄺的家人 她說了很多大謊 而且也有證據顯示 她的車是拍到 CCTV拍到 接了太太離開 後來被發現 有屍體殘屍的 新界家屋的車也停過 既然她接走了 追問她 她說她中途下車了 但是再查 她的車內 都是錄影機 但是她的錄影機 是這麼坏的 等等 都發現她說了很多大謊 最後將她拘捕 最主要是 發現她 在新界一間屋 租房裡 有大批的靜物 包括她的屍體殘屍 然後逐步在不同地方 找回她的屍體 通常都找到她的頭腦 是在煲裡面 但是令人很恐怖 就是這個瑞絲案 就是那個煲 附近還有一些湯汁 甚至有些蘿蔔 用來煲湯 將屍體煲 不知道她的湯是用來喝 可以這樣做 而且做多電鋸 這些物件的發現 終於 揭發這件案 將她抗家的一家 都拘捕 現在的涉煉 謀殺 這件事 令我自己都很不安樂 因為一個 這樣的年輕女孩 又很美麗 而且她的記錄 都是有情有義的 但是為什麼會被 這麼兇殘的殺戮呢 而且更加令我覺得奇怪 在網上有些人 還將她說衰 或者嘲笑等等 令人覺得 很難想像人類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爛血 那些周圍笑的人 或者她其實是窮 貪慕虛榮的女人 嫁給豪門 才嫁給她沒有錢 然後再嫁給豪門 這些說法 其實不知道 其實 蔡天鋒本身的爸爸 都是有錢的 有上億的身家 所以她是一個富二代 並不是窮 要嫁給有錢人 那種 那些殺人者 為什麼會這麼愚蠢 她以為殺了一個人 就會得到好處 而且是會殘出 其實以今天的 那麼多CCTV 那麼多那些 街上的陸警 又有警察 現在的調查案 的那種科技這麼進步 如果這麼容易就可以了 為什麼她是愚蠢 用殺人來解決問題呢 那麼她警察方面的推斷 就是說 因為她在加多利山 有一間豪宅 那她給了她前夫的爸爸 在礦球器那裡住 用她的名字 在那裡住 那當然是豪宅 那些幾千尺 二、三千尺 幾千萬的豪宅 那現在說 她想收回豪宅 可能做一些投資 拿去賣 那這個爸爸激烈反對 但是之後呢 就說 可能因為這樣 有殺雞 認為殺了她 那她的那些遺產 將會給到她的 兩個子女 那兩個子女 還是前夫所看的 看著的 所以因此 她可以拿回大錢 那就是作她全部身家 那別人 其實一直以來 離婚之後 蔡天鳳 對這一家人 都是相當有情義 不斷有資助給她們 又買屋給她們 包括買了一間居屋 給前夫的爸爸 之後 還有加多利山 作為投資的豪宅 都給她住 那她自己有時 都在那裡住 又給前夫的爸爸的名字 擁有那間屋 那間屋 那間屋值幾千萬 那她要賣出去 這個爸爸會不高興 是不是因此動殺機 那這裏就有很多的推測了 那這個這樣的 蔡天鳳 其實她一直都對她 以前離婚的家人 都相當好 那對她的子女 經常都去看 而她身嫁去那個 米線大王的家族 也對她很好 那個丈夫 叫Chris 都對她很好 等等 那為什麼要殺她呢 因為她賣屋 就是你很難想想 人為什麼會 就是這麼殘忍的方法 這麼有計劃來殺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呢 所以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可以這麼殘暴 對有情有義的一個女生 這樣的屠殺 那還有呢 就是為什麼你還可以 肢解人 是你無動於衷的嗎 就是人是有良知的嘛 萬志祖說人是有良知良能 黃陽明也是說 良知就是你裡面有個人愛的身為 有些對他人痛苦 覺得不安樂的一種善念 這些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價值 那良知其實好像一種內心的律法 那這種律法呢 會讓你知道是或者非 那就是人的道德的 某一種天生的能力會自我反省 但是為什麼你殺人的時候 可以一點良知都沒有 可以說是無動於衷 可以說是喪盡天良的 喪心病狂的 那然後第四點就是想 就是為了錢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也是令人呢 是難以想像 因為生命是比錢更加重要的 為什麼呢 人認為錢可以去拿生命呢 而且呢 你殺了他之後 他就是失蹤呢 要等很多年 就是他沒有再出現 才假設他死亡 才能拿到遺產的 連這樣都不知道嗎 小甜甜的丈夫失蹤呢 就是余森 都是他的丈夫失蹤 都是很多年之後才能拿到遺產的 為什麼他們殺人的計劃 這幫人是這麼愚蠢的 那麼呢 而對背景方面 也有些人覺得 挺特別的背景 因為蔡天鋒不是窮的 所以他並沒有貪污錢財 而他加入豪門 不是因為他貪錢的 但是他既然加入豪門之後 為什麼要跟前夫家人 這麼密切相關 還請了前夫的哥哥 做司機 這麼密切的關係 於是有人說 他離婚也未必是真的 為了要嫁 這個有錢才離婚 那這些也是傳 他自己也有錢 又要不一定嫁 過有錢人呢 另外呢 他前夫的父親蔡球 因為涉及姦夫罪 是被拘控的 但是沒有控到 知道他辭職 香港政府的法律 怎麼這麼寬鬆的嗎 警察利用職權去監獄一些人 你可以沒事的嗎 連內部紀錄 沒有不過去辭職 還有他現在還有一個 按摩女生做他的情婦 是利用他租了一些豪宅 等後來發生事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前夫 就走了去那裡住 但是後來想坐快艇長的時候 就被人告發 就抓到的 而另外呢 就是這個抗桓自己 都是詐騙人的 棄保潛逃之後 還可以時常出入香港的時候 經常開車去中國大陸 那都 香港不知道的嗎 又說通緝他 又不抓他的呢 就是香港那些法律 究竟會不會太寬鬆 和執法也是太過寬鬆 這已經遭過很多問題 那跟著呢 再有一個非常 令我覺得無稽的爭拗 那些有政治偏向的人 有些被稱為黃色的 就是對政府是有仇恨的 那他就說呢 這個抗桓 就是那個前夫爸爸 是一個警察 所以他是壞的 他是屬於建制的人 但是他是被建制炒了 但是呢 跟著另一邊是藍那邊 就是一些評論員 又找到 喂 其實不是嘛 這個他哥哥抗桓傑 開了一間黃店 那間店呢 就是黃色經濟圈 各有各講 是黃還是藍 這些爭拗的事情 其實都很無稽的 其實呢 人有不同的政治取態 不同的政治立場 那我們不需要 先假設跟政治立場不同的 一定全部是壞人的 有很多人可能基於善良的理由 相信某種政治的宣傳 那香港宣傳的時候 他很善良地認為 他是代表正義 那未必他一定就是壞人 那不需要突然說 那個人呢 他一定有利益的了 那因為他那麼壞的 誰人都知道 那不是喔 那另一面的人 又會覺得 其實他是基於正義 他相信這個是正義 你這邊才是壞人 那你才收錢 那就是事實上呢 有些人就估計 那些政治觀點 不一樣 一定有利益 那這些想法是極度幼稚 反而我們要了解 人是很誘惠 人是缺乏一種理性的思考 你缺乏理性呢 所以對很多政治 這些觀點 是很容易被一些宣傳所騙的 所以我非常的主張就是說 我們一定基於理性 基於證據 去了解一個事情 否則我們不要那麼快 跳去判斷那裏 但是呢 很多假消息傳 聽得多 你說一邊 另一邊一定是妖魔 是壞人 那但是呢 你那邊也有很多 壞消息的 但是我們要先用理性 考據一些的說法 或者一些事分 是真是假的 那這個就是理性態度 那還有呢 如果別人看法不同 我們第一人 先要尊重他 有他自己的看法 就是他的自由 有他的決定 那但是呢 就是他採取這個決定 可能基於他的 缺乏理性 或者他對事情缺乏 真正了解 不是一口就說 對他被收買了 一定是壞人 就是這樣 這些這樣 有很多幼稚人 包括一些甚至是教授的人 都會胡亂說這些 那所以呢 在這個事件 就是由牽涉到政治 就覺得是更可笑了 但是我覺得 最深的一個反省就是 人性既然有良知 但是人為什麼會扭曲良知 他明明心中有些律法 是道德的一種自我要求 但是他又會去蒙蔽這些道德要求 他是好像跟一種的美善價值 就是隔絕了 認為只是為了利益 就是為了錢 為了自私 你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那個世界之所以大亂 就是因為人有這種扭曲線的 以及隔絕於線的 這種呢 或者稱為罪 那種的罪性 罪性呢 不是本來人一定是 有種邪惡的本性 由善性的扭曲 善性的虧損 善性的被隔絕 善性的被隔絕 或者叫善力 就會產生罪的情況 罪惡的情況 今天世界那麼多戰爭 過過打仗的時候 都說自己基於正義 最後打到很殘忍的時候 才明白呢 其實戰爭呢 對方未必全部是壞人 你要殺對方的兵的時候 未必對方就是壞人 那對方也是相信正義跟你打 這樣的時期 人無端端打大人死那麼多人呢 其實是非常的圓會的 好像烏克蘭戰爭 我覺得打到已經很愚昧 還有有些說 繼續要推動戰爭 不去講和平 這個呢 我也覺得 人性為什麼 是淪落到這樣 而 人性能能夠找回一些 屬於宇宙性的真理 說回一些 從愛相關的東西呢 那麼 這個都是人 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